早安 今天的TVBS頭條 追星情報戰繼續帶大家追 巴黎奧運演藝圈也來同庆囉 而且大家也關注 拳後林育婷捲進的爭議 就會覺得為什麼那麼累 好像跟想像的不太一樣 意志力就會有點效果 好 林育婷跟另一位選手克利福 兩個人都是身陷輿論壓力的 那麼國際拳擊總會也批評說 國際奧會怎麼會是用護照 來判斷資格呢 除了台灣的各界是力挺林育婷之外 像是香港影帝黃秋生 他也發文說林育婷真的很厲害 很勇敢 而且你可以看到 像是有網友回應說 謝謝秋生哥的發聲 黃秋生他也回覆說 他不是發聲 他則是敬佩 而且也有人是質疑 染色體的問題 黃秋生他也耐心的解釋說 未必XY就是男人好嗎 甚至網友是說 就連台灣人也有指責說 林育婷根本就是男人 黃秋生甚至是霸氣的回應說 不管是哪個地方都有成人 好久不見我回來了 好 很多人都知道說 作家JK羅琳 他是公開的批評了林育婷 而台灣的綜藝大姐大 栗金他也發文說 恭喜林育婷 有國際大作家JK羅琳 來扮演世紀大反派的這個角色 還趴在地下坐橋 讓林育婷是輕鬆的成為了 世界的焦點 甚至是以廣告效益而言 他叫說其實林育婷已經賺進了 幾百億的廣告費了 真是令他很羨慕 那麼他也不忘話風一轉來 誇獎說林洋沛真的太帥了 那麼其實另一頭 連資深藝人李立群也來追奧運 台灣沒有台看的 台灣找不到台也把人氣的 台灣太小了 他買不起的轉合宣 他參加的隊伍也不多 這時候你到達陸去 去達陸看奧運是最過癮的之後 好 很多人都知道說 李立群他很愛拍攝一些短影音 剛剛播放的就是李立群 他是用這個KIDBUBU的口吻來抱怨說 台灣是沒有奧運的轉播權 甚至是有買不起的 也引起了這個大陸網友是議論說 怎麼會有買不起的這個情況呢 不過其實也瘋傳了另一支影片 是李立群他是用這個平穩的這個語氣說 台灣其實是看得到奧運的 只是說你要看這個現場直播 是要付費的 那麼李立群他不想要付費 他只是想要看重播 或者是一些相關的新聞報導 不過兩支影片的態度 都是比較看好 這個中國隊選手們的表現 那麼以上你有什麼意見 也可以跟我們留言分享 這就是今天的追星情報戰